因為我們今年其實主要是在推那個社會企業 我們五月會有一個很大的年會嘛 六五號六號 所以我們的不管是電子媒體的年菜 還是今天要看的這本書 都是本來社會企業政府就已經有在做的一些宣傳品吧 但是這個宣傳品我覺得有一些不一樣 就是說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它除了實體書之前有出之外 它這個系列叫溫暖微光 是由那個衛福部社家屬 然後委託就是民間的一些朋友們 一起去做成的電子書 那這個電子書你就可以看到說 它的製作或者是它的網站 都跟我們傳統上覺得的電子出版品 政府出版品真的不太一樣 對它會有一個看你在哪裡 然後它就推薦你附近可以去旅行去參訪的地方 然後或者是像我們現在在台北市你就有這些地方 或者你在新北市或者在台中 你就可以去居服照顧合作社 然後你按了之後它就會告訴你說 因為社會企業可以是公司可以是基金會可以是協會嘛 但是社會企業我想最接近它的初衷的組織型態是合作社 只是台灣的合作社運動一直不是大家非常熟悉 所以我們這個裡面也有合作社運動復興的這個概念 就是讓大家了解到說合作社不是只有在小學好像已經快要撤掉的那種福利社 現在據說已經沒有幾家還開著了 因為那個叫消費合作社 消費合作社就是大家一起買東西這樣子 那台灣消費合作社大家最有名的應該就是祝福聯盟 綠主張消費合作社就是大家團購嘛 這樣概念 但其實除了消費合作社之外 其實在國外很多合作社 它就是包含像照顧居家的照顧服務 我們以前想到長照 它常常就是長照的提供者 長照的營運的NGO或者公司 然後或者是接受長照的人 它可能是不同的人嘛 那但是用合作社的概念的話 它就可以變成是說 這個社區本來就有一些高齡婦女的這個就業機會缺乏的這個問題 那他們等於自己來當老闆 自己來當股東 然後大家自己組織起來 然後這個合作社要怎麼照顧怎麼排班 照顧誰等等的這些 以前是董事會的那種公司的話 會是董事會的決定 那在合作社就是社員一人一票去決定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在地的組織的這個意義 就是說它不但是媒合提供服務的人 跟需要服務的人 它也可以進一步把需要服務的人 找出他們能夠提供的部分 然後就變成等於大家都能夠換工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是跟我們傳統的 就是比較資本主義式的 就是說我就是覺得這個地區有這個需求 規劃多少人力 然後按照我的business plan來營運 是有一個本質上的不同 因為在合作社裡面 這個合作社要開哪些業務項目等等 是由所有的工作者一起去決定的 它等於是勞資是同一方了 沒有勞資雙方的差別 對那這個model就 我覺得在台中就做得很好 他們長照結合設企 是他們台中式的一個政策 對所以就是說不是只是 大家覺得說拿政府的錢 做到拿十塊錢做十塊錢的事 而是希望說拿十塊錢之後 在這個地區創造出一個 就是互助的經濟的模型 那以後政府拿十塊錢 也許民間就可以拿出更多的錢 更多的時間 它是搭配的 不是只是接政府的愛 對它目前有兩本 對它目前有兩本 因為它事實上有書啊 如果你Google溫暖偉光的話 它有isbm的編號啊 所以等一下溫暖偉光 那第一本據說賣得很不錯 所以你看它事實上也是有書 對然後作者是衛福部社家屬 然後他有一個主編 但是主要就是他去 就是早期的 大家可能有聽過的 像伊甸啊 這個家福啊多福啊 這些社會企業 等於是去做訪談 那這樣讓這個訪談變成是一個 其實你可以把它笑成聯合文宣啊 這樣子的概念 然後他們拿了這個概念之後 這是第一本嘛 2016年 那他們接下來2017年的溫暖偉光2 它就是用一個 它也有電子書可以下載 可以自己印 對它就是包含 它這個就比較多了 像上一本它其實是比較 各領域的翹楚嘛 對 那這個是說五個領域 就是習武然後這個重回社會 然後長者照顧嘛 社造跟那個俱樂創生 它每個去找三個例子 Google溫暖偉光就 它全文都在網路上 你如果想要收藏 你就去買一本嘛 對 對 因為我想這就是類似砲磚引運的 那我們五月要辦那個 就是亞太的那個設計年會的目的 就是希望說我們其實有那麼多很好的中文資料 但這些其實沒有完全都翻成英文 所以我們想說趁著辦國際研討會的機會 讓尤其是就是印度太平洋區看到說 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全部十七個裡面 台灣都有可以貢獻的地方 而且已經有做的很好的一些 等於像是模範嘛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說我們會希望來的這些講者 他就可以 他關心哪一個永續發展目標 就可以對接上台灣這邊的幾個社區 所以我們等於是一次會把這些電子書的一些精華翻成英文 然後變成我們的議程這樣子 首先就是說這次其實政府只是幫忙 實際主辦的是社企流、喜航爾等等 那這很有意思 因為社企流以前每年都在台北辦 已經辦了好幾年了 喜航爾每年都在高雄辦 所以這次等於他們一起然後就取終點 就是在台中辦這樣子 然後他們本來就是那個規模就合起來 所以這次可能一千多人的規模 然後在台中文創園區 然後大概有三十個不同的國家的講者 就是現在還沒有完全確定 但是應該西南鄉大部分的國家都會有 對所以你大概就寫就是可能三十位左右的國外講者 然後七成以上是西南鄉的國家 然後那他們您剛剛說關心的題目嘛 那這個其實我們在線上已經把就是我們的規劃已經有放上去 對那裡面就包含綠能啊、銀髮啊、食農啊、弱勢就業啊等等的這些部分 然後那我們為什麼選在台中的原因 也是因為台中剛剛講那個合作社運動師 以及長照的結合他們是做得特別好 然後還有就是這邊 其實這幾樣其實他們在台中都有相當多的工作 那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尤其從國際上你找英文的話 真的台北高雄能見度比較高 那因為高雄有喜漢爾在幫忙這個倡導 那雙北有奢協爾在幫忙倡導 那台中的你從英文的角度來看就比較少 那所以我們也是這次在台中也是希望說趁這個機會 把台中這些做得很好的這些模型 能夠讓大家也可以看到 不然就是只有在地人知道有點可惜 不過這兩個是同一件事啊 就是說如果他們在這邊看到一個好的社會創新的模式 然後他們覺得說他們那邊可以使用的話 那最簡單的就是說跟我們這邊談技術轉型 其實社會企業它就是有兩個部分 就是社會力量凝聚的部分 然後跟商業模式的部分 這兩個都要成立才叫社會企業 所以當然你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這也是招商大會啊 就是它也是讓我們能夠有更多可以輸出的地方 但是往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是他們了解到說他們要解決社會問題 那台灣很可能都已經碰國一些都已經解決了 所以也是解決方案的輸出 所以不像兩個部分 就是對我們這邊的社企來講 他們是多了新的市場 那對於他們就是別的這個新南向國家來講 他們是有一些source of inspiration 他們可以就是被台灣的做法所觸發這樣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社會企業的這個能見度 大家其實我們之前做過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是新展銀行跟聯合包預警工程做的 那他們去年做的民調是這樣 就是說在路上隨便找一個人 然後問他認不認同這種有明確的社會使命 有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 五個人裡面有四個人會說這是一件好事 他甚至願意一家購買甚至願意投資 但是如果問說那你講不講得出來一家社會企業的名字 以及他的模式是什麼 五個有四個講得出來 所以像我們現在的狀況就是說認知的程度不到兩成 但是認同的程度接近八成 所以我們像這樣子的出版品或者辦這個年會的目的 就是要大家不是只是很空泛的覺得這是好主意 而是覺得說我有某些這個我自己也可以做一點事情的地方 因為社會企業的社會的部分的意思就是說 一般的企業你如果喜歡他你最多就是平常多買他的產品 但是社會企業的社會的部分是說 如果你認同他的話 你有你可以捲起袖子來幫忙的地方 那這個也不一定是當志工啊 這個也可能是好比像說有一個叫做臨時空物觀測網 就是G0V的大家自己去架那個空氣污染的感測器 那這個時候你看到你就不是只是捐錢 或者就是幫忙宣揚這個網站 而是說這現在1987的感測器裡面 缺你一個啊 你如果覺得你住的地方感測點不夠多 那你就可以用自己家裡的辦公室 用你的學校用你的陽台 就直接加入這樣子一個社會創新的一個模式裡面 所以這裡的兩個目的當然一個是說 我們希望以後他任命消費的這個程度 要跟抵制無良廠商一樣強這就最棒了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如果不是出錢的話你也可以出力 就是在他的出力的這個過程 不管是家如何做設 或者是像這種自己家一個感測的站點等等 都有你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們在台灣這邊組織的越好 你可以看到國際上其實我們這樣子一個概念 就擴散的非常快 那這是台灣的一個強項 就是說我們這邊試出來的東西 不只解決我們的社會問題 也可以一下就輸出到國際解決他們的社會問題 對或者是就是認識台灣這邊的朋友 然後自己在那邊嫁的 對那所以大家就可以發現說 其實當然除了目前好像格陵蘭或者這個南崎州 或者紐澳還沒有之外 就是這個概念如果好的話 其實在地也會出現類似的社會企業 來支持這種同樣的社會創新模式 所以它就不是靠一家一家去談贊助商那樣子 而是這個概念先行 就是好的創新的概念我們試出來之後我們發表 發表之後他們那邊自然會出現他們的社會企業去承接 但是如果需要技術需要訓練 需要其他東西的話 那就是為我們這邊創造商機 那事實上也是一種實質外交 對那所以我想就是說讀者看到了 剛剛講到的兩個嘛 一個是出錢就是你可以認明共 一個是出力就是你可以加入他的社會使命 但是第三個更重要的就是說 你就可以因此而被inspire 被觸發想說有哪些事情 這個不是只是說為什麼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政府不管 那是可以覺得說我就是那個沒有人 我自己就可以動手做這樣 嗯嗯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 對 嗯嗯嗯嗯嗯 district